湖北13个5A景区,你去过几个? 1.黄鹤楼 黄鹤楼位于武汉市武昌区长江南岸蛇山之上 始建于三国时期,自古有天下绝景,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称 是武汉的城市地标 因唐代诗人吹号的西人已成黄鹤去,此地空于黄鹤楼 和你白的故人西池黄鹤楼,烟花山越下扬州等诗句而名扬天下 孟浩然,白居易,甲岛,岳飞,陆游,杨胜,张居正也都为黄鹤楼留下过诗词 黄鹤楼飞檐五成,通高五十余米,六十个翘脚凌空舒展,恰似黄鹤同飞 登上黄鹤楼远眺,可以看到滚滚长江和武汉山镇风光 主要景点有,蓝楼,白云阁,戈壁亭,千禧中,鹅碑亭,世碑狼,黄鹤跪来同雕,岳飞广场 2.三峡大坝屈原故里 三峡大坝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位于宜昌市西北部悉尼峡中段 三峡大坝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拥有潭子宁,185,截流纪念园,禁坝,三峡展览馆五个园区 其中潭子宁可以俯视大坝,185观景台可以平视大坝 是观赏三峡大坝全景的两处好位置 屈原故里景区位于宜昌市紫龟县 隔江相望就是三峡大坝 是眺望三峡大坝的最佳观景点 高峡平湖美景尽收眼底 屈原词是景区的核心 此类主要景点有香炉瓶,照面镜,独树洞,玉米山丘 这些景点和屈原有着密切的联系 保留了当年屈原的生活遗迹 3.三峡人家 三峡人家风景区位于宜昌市宜明区 长江三峡中最为奇幻壮丽的西宁侠类 由山上人家,水上人家,西边人家三个区域组成 三峡人家衣衫傍水,风情如画 传统的三峡吊脚楼点缀于山水之间 久违的虎帆船,雾鹏船安静地停泊在三峡人家们前 八处文化在这里交融发展 游客可以通过船游与步行相结合的方式 全方位多角度领略三峡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感受古老而神秘的八处文化 主要景点有石令碑,灯饮石,灵月弯,灯饮洞,蛤蟆拳,杨嘉熙 四,武当山 武当山中景区位于石燕丹江口市 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 世界文化遗产 以绚丽多姿的自然景观,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 远远流长的道教文化,博大精深的武当武术著称渝室 被称为更古无双圣镜,天下第一仙山 主要由太子坡,紫霄,南岩,金顶等景区组成 各个景区都保留了大量的道教宫殿 武当山古建筑群是其他名乡无法比拟的 永乐皇帝的北建皇宫,南修武当工程 使武当山的古建筑体现了皇宫的宏伟壮丽 主要景点有玉须宫,九曲黄河桥,紫霄宫,南岩宫,龙头香,金殿,琼台,七十二峰,朝大鼎 5.神龙溪 神龙溪风景区位于恩施州八东县 传说神龙岩帝大驾踩摇后瞬息而下,故而得名神龙溪 是一条充满着远古之梦和历史足迹的溪河 整条溪流共分三个峡段,龙苍峡,鹰姆峡,棉竹峡,又称神龙三峡 神龙溪的美体现在它的原始古谱,野趣,无污染,没有人工雕饰,全是大自然的造化 主要景点有神龙洞,古战道,望夫石,神龙溪漂流,欠富文化保护区 6.神龙溪 神龙溪生态旅游区位于神龙溪宁区西南部 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 相传因上古时期神龙岩帝在此搭架上山采药而登明 景区山峰平均在海拔3000米以上,堪称华中屋极 是以秀丽的高山自然风光,多样的动植物,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主题的森林生态旅游区 神龙溪以原始神秘文明一世 这里还是神秘的神龙溪野人触摸的地方 主要景点有神龙顶,湘西园,风景鸭,板碧岩,遥望塔,小龙潭,大龙潭,金猴岭 7. 新疆画廊 新疆画廊风景区位于宜昌市长阳县 是八人故里,土家族摇篮,长阳人故乡 数有八百里青疆美如画,三百里画廊在长阳的独特美誉 新疆画廊因此而得名 主要景点有青疆古城,倒影侠,天柱山,仙人寨,五乐中尼山 8. 东湖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位于武汉市中心城区东部 是中国第二大层中湖,中国四大名湖之一 由听涛,摩山,洛燕,吹笛四个景区组成 四个景区各具特色,听涛休闲,摩山散花,洛燕官僚,吹笛游山 东湖自古就是游览胜地 去园折叛行影,楚庄王击鼓督战 刘备摩山交天,李白湖边放音 是最大的楚文化游览中心 楚风荣誉,楚运精妙 行音阁宁波侠尔,黎骚被欲为三绝 楚天台气势磅礴,楚菜园名人汇翠 9.木兰旅游区 木兰文化生态旅游区位于武汉市黄皮区 由木兰山,木兰天池,木兰草原,木兰云雾山四大景区组成 木兰山是武汉的后花园,山中宁墓遮天蔽日 盛夏时就成为了武汉市民的避暑游山顺地 山中有始建于唐代的金顶 以及为了表彰花木兰而立的木兰殿 木兰天池传说是花木兰的外婆家,木兰成长地 主要由浪漫山水,高峡人家和森林公园三大主题庭园 连接成一个南北走向,长达10余公里的森林山水大峡谷 木兰草原是华中地区少有的草原风情旅游区 相传是花木兰小时候骑马射箭之地 主要景观有草原人家,草原古城,草原敖包,千某格桑花 木兰游湾山享有西明圣地,出北明景的美誉 是木兰将军归影之地 主要景点有花雨山,仙人洞,龙王坚实在 十,恩施大峡谷 恩施大峡谷景区位于恩施州,恩施市 地处湘,鱼,鄂,三省交界处 是青江流域最美丽的一段 峡谷内有深达百米的地缝 有层层叠叠的蜂虫 还有金箍垂直于峡谷的大断崖 被称为喀斯特地形地貌天然博物馆 神秘险居的恩施大峡谷拥有五大奇观 新疆深白云,绝壁环蜂虫 天桥年洞群,堤凤接飞铺,暗河配树井 主要景点有七星寨,云农地缝,鱼珠香,绝壁长廊,大地山川,母子琴生 11.赤壁古战场 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 赤壁之战发生地位于咸宁赤壁市南岸 是我国古代以少甚多以弱甚强的七大战役中唯一上层原貌的古战场 整个景区将古战场遗址和仿汉代建筑融合一体 高端大气,浑然天成 这里承载了世人对三国历史的经典记忆 宏大的战争场景,让游客忘却了时空 循则三国人物和故事 诚信于那个英雄辈出自谋天下的三国时代 主要景点有 十二,古龙宗 古龙宗景区位于香阳市西山环抱之中 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公根龙某之地 刘备三国茅庐,龙宗队等故事发生在这里 被诗人称为智者摇篮,三国文化的源头 是历代三国迷信中的圣地 古龙宗形成文化风景旅游区已有1700多年历史 包括古龙宗,隋青庄,陈恩寺,青里山,赫子川五大景区 自然景色优美,人文景观丰富 主要景点有 石牌坊,龙宗书院,武侯池,三国堂,柱格草庐,六角井,关心台,腾龙阁,老龙洞 十三,腾龙洞 腾龙洞景区位于利川市 是中国以探明的最大龙洞 在世界以探明的最长洞穴中排名第七 世界特制洞穴之一 亿万年的地壳变化使得同龙洞景区内形成了棺材侠,白玉石林,三龙门等洞中景点 由水洞,汉洞,连鱼洞,凉峰洞,独家寨及三个龙门,化仙坑等景区组成 整个洞穴群共有上下五层,其中大小自动三百余个 洞中有山,山中有洞 水洞汉洞相连,主动自动互通 构成一个庞大而熟悉的洞穴景观 这就是湖北的13个5A景区啦 我是沐沐 大家记得关注我 那下一期我们再聊一聊江西的13个5A景点 拜拜